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随后 老外进行了第二次试验 这一次让电梯上升 意料之中 无人机悬浮了一段时间之后 迅速的落在地板上了 看来在电梯中放杯无人机 不会随着电梯一块移动 因为无人机和电梯是两个独立运动的物体 老外要来到车上 这一次要测试一下汽车开动的时候 让无人机悬浮 无人机是否会随着车辆一起移动 由于车辆内部空间比电梯还要狭小 因此 老外实验了好几次才能够让无人机悬浮在一个地方 接下来老外让汽车慢慢开动 我们可以发现 静止的无人机和车厢之间 还是发生了很明显的位移 老外把后备箱打开 悬浮的无人机在车辆运行的时候 直接从车厢内部飞出来了 这一次 结果也十分明显 悬浮的无人机不会随着车辆一起运动 看到这里 可能好多网友会感到疑惑 为什么我们坐汽车或者高铁的时候 原地跳起来会落在原地 而无人机就不行了 这是因为我们在跳起来之前 已经和汽车与同一个速度运行了 可以看作一个整体 跳起来的时候 水平速度没有改变 所以最后会落在原地 关注我们精彩步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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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